攻略女主的奇妙旅程 第一章 穿越的开始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 主角林雪正在翻看一本狗写的玛丽苏小说 书中 女主角林婉是个拥有无数追求者的完美女性 无论走到哪里都引起轰动 林雪无意间看到书中描写的情节 忍不住吐槽 这种故事真是无聊 怎么总是这么老套 突然 书页闪烁起耀眼的光芒 林雪的眼前一黑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竟发现自己身处在小说中的世界里 她惊慌地环顾四周 确认自己穿越到了林婉的身体里 成为了这个故事的配角 第二章 任务的揭晓 就在林雪怀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时 一个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您穿越到 错爱小甜心 世界 您的任务是攻略女主角林婉 并陪伴封批男二主角沈浩走完她的剧情 什么 攻略女主角 林雪愣住了 我不是应该跟男主或男二之类的发展吗 任务开始 请记得保持低调 妨碍主线剧情将受到惩罚 系统冷冷地回应 林雪心中一阵翻江道海 决定先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的状况再说 第三章 初次见面 林雪不情愿地来到学校 作为新转学生 她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众人都在议论纷纷 大家都想知道这位新来的女孩究竟有何能耐 此时 林婉正站在校园的中心 周围是一群崇拜者 大家好 我是林婉 她微笑着 温柔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林雪看着这位明媚的女孩 心中不禁感到一阵酸楚 她才明白 这个女主角的魅力不仅在于外貌 还在于她的气质与能力 这些都是她所无法轻易模仿的 第四章 接近女主 我必须想办法接近林婉 林雪暗自思考 于是她决定在校园内主动展现自己的一些才能 试图吸引林婉的注意 于是 林雪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文艺晚会 并打算用她的才艺赢得林婉的青睐 在练习的过程中 林雪得知林婉的兴趣所在 于是她选择了一首林婉最喜欢的歌 在晚会上 林雪上台演出时 台下的观众反应热烈 尤其是林婉 她目光中闪耀着欣赏的光芒 演出结束后 林雪走下舞台 刚好遇见林婉 你唱得真好 我叫林婉 很高兴认识你 林婉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林雪心中暗喜 这一步走得不错 第五章 风批男二的登场 就在林雪忙着攻略林婉的同时 风批男二沈浩也如影随形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 性格怪异 总是出人意料的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雪碰上了沈浩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你是谁 竟然敢在我面前这样行事 沈浩眼神锐利 直勾勾的盯着林雪 我我只是想走路 林雪紧张的回答 但却不自觉地被沈浩的气场吸引 沈浩见她如此反应 嘴角微微上扬 对她的印象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第六章 意外的合作 林雪知道自己不仅要攻略林婉 还需要陪伴沈浩走完她的剧情 于是她开始主动接触沈浩 两人为了共同参加学校的比赛 开始合作 你怎么那么奇怪 做事总是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林雪调侃道 因为我不喜欢平淡的生活 沈浩耸肩 神情桀骜不逊 在不断的相处中 林雪渐渐发现沈浩内心深处 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的封批外表下 实则渴望被理解与关爱 第七章 心灵的碰撞 随着比赛的临近 林雪与沈浩的关系越发亲密 林雪开始欣赏沈浩的才华 两人在讨论过程中 沈浩也逐渐对林雪刮目相看 你这样的人 我真没见过 沈浩惊讶道 你不会是想搅扰我的剧情吧 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的任务 林雪倾笑着 心中却因沈浩的关心而暖化 第八章 意外的情感 比赛当天 林雪和沈浩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就在大家祝贺的时候 林婉也在旁边欣赏着他们的表现 对林雪的印象更加深刻 我很欣赏你们的表现 尤其是你 林雪 林婉的赞美让林雪有些不知所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雪发现自己对林婉的情感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她开始渴望保护这位女主角 不仅仅是出于任务 更是因为她在林婉身上 看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勇敢与坚韧 第九章 情感的漩涡 就在林雪努力在林婉和沈浩之间 找到平衡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沈浩突然提出要对林雪表白 这让林雪感到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雪内心挣扎 面对沈浩的争执 却又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沈浩沈深说 眼神中流露出些许失落 林雪心中感到愧疚 却又不得不继续 这场充满情感的角力 第十章 选择的时刻 最终 林雪决定谈成 面对自己的情感 她明白自己在这场旅程中 获得的友情与爱情 都同样珍贵 于是 她找到了沈浩 向她解释了自己穿越的真相 以及面对林婉的感情 我其实并不是想要放弃你 林雪紧握着沈浩的手 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 我明白了 我会支持你的选择 沈浩微微一笑 眼中流露出理解 第十一章 携手共进 随着林雪坦承的心意 她也决定要全力以赴的去攻略林婉 她在学校的各个活动中 都能看到林婉的身影 渐渐的 他们之间的互动也越发频繁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也会羡慕你 林婉的话让林雪感到意外 为什么 林雪好奇地询问 因为你敢于做自己 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勇敢面对 林婉眼中闪过一丝欣赏 林雪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 她明白自己的努力终于开始有了回报 第十二章 情感的共鸣 在与林婉的相处中 林雪发现彼此的心灵都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越发靠近 林婉在林雪的影响下也变得更加勇敢 两人一起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 并发起了一个关于女性empowerment的社团 这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 林婉感慨到眼中闪耀着光芒 我也一样 我们能够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林雪微笑着 心中感到无比充实 第十三章 结局的选择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雪的任务越来越迫切 她需要在故事结束前成功攻略林婉 面对着越来越强烈的情感 她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这段情感的困境 也许我可以同时成为你和沈浩的支持者 林雪心中暗自思考 就在她准备与林婉开诚布公的时候 沈浩却突然出现 打断了她的思绪 我需要和你谈谈 沈浩面色凝重 第十四章 抉择的时刻 在一次碰面中 沈浩提出了一个她心中的疑问 林雪 如果我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你会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够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 而不是因为我而改变 林雪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真的是个勇敢的人 沈浩感慨到 眼中流露出敬佩 第十五章 完美的结局 最终 林雪终于在一次机会中 向林婉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两人之间的默契瞬间升华 她明白 无论结果如何 这段旅程的意义在于彼此的成长与理解 我喜欢你 林婉 林雪的告白充满了真诚 我也是 林婉的回答如同春风 融化了林雪心中的不安 第十六章 新的开始 随着任务的完成 林雪感受到心灵的升华 在这个故事中 她不仅收获了爱情 还结识了挚友 体验了成长与改变 故事结尾 林雪与林婉携手走向未来 沈浩则选择追逐自己的梦想 三人之间的羁绊依然存在 每个人都在这段旅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迎接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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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旅程中